大家好,我是莉莉,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个故事,她的名字是三只小猪。 从前,一位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可爱的小猪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小山处。 妈妈每天都很辛苦,小猪们一天天长大了,可是还是什么事都不做。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,猪妈妈把孩子们叫到面前,郑重其事地说,你们已经长大了,应该独立生活了,等你们盖好自己的房后,就搬出去住吧。 三只小猪,谁也不想搬出去住,更不想自己动手盖房子,又不能不听妈妈的话,于是他们开始琢磨什么样的房子。 老大最先动手,他扛来了许多稻草,选了一片空地,在中间搭了一座简单的稻草屋,然后用草绳孔了孔,哈哈,我有自己的房子了。 老大乐得环奔乱跳。 第二天,老大就搬进了自己的新家,老二和老三好奇地前来参观。 老二说,老三,你看大哥的房子也太简陋了,我要盖一座又漂亮又舒适的房子。 老二跑到山上砍下许多木头来,据称木板木条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。 不久,老二也盖好自己的木房子。 显然这笔老大的房子要漂亮,结实的多。 老二很快搬到自己的新家,老大和老三也过来参观。 老大赞了绝口,他深深地感觉自己的房子是不是真的过于简单了。 老三看完后,说我改的房子会更好的。 老三回到家,想了又想,终于决定建造一座用砖块七层的房子。 因为这种房子非常坚固,不管风吹雨打,都不会倒塌。 但是他也知道要付出很多的努力。 老三每天起得很早,很晚,才回家休息。 一趟一趟地搬回,一块一块的砖头堆在一起,在一块一块的七层墙。 哥哥们在一旁取笑他,说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呀。 小弟弟没有理会他,仍旧每天不停地努力地干活儿。 哥哥们休息了,他还在不停地干。 这样整整过了半年,老三的房子也盖好了。 他好开心啊,有一天来了一只大灰狼,大灰狼。 嘻嘻地笑了两声,狠狠吹了口气,把稻草屋给吹倒了。 老大只好撒腿就往老二的房子边跑。 老二打开门,拼命地把老大拽到自己的屋里关好门。 大灰狼追到门前,停下来。 心想,你以为木头房子就能拦住我吗? 他一下一下地向大门拼命地撞去哗啦一声,木头房子被撞倒了。 兄弟俩又拼命跑到老三家,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。 老三赶紧关了门床,然后雄友撑住地说,不要跑,这会不会有问题的。 大灰狼站在大门前,他知道房子里有三只小猪,可是怎么才能进去呢? 他只能拼命地往墙上撞。 但是这一回呢,墙特别特别的结实,任凭他怎么撞都不会倒。 大灰狼有点着急了,他着急得两眼开始冒惊心。 但是他拼命地撞房子怎么都不倒。 他就绕着那房子走了一圈。 嘿,结果他发现有一个梯子。 哈哈,他觉得有主意了,我可以冲烟囱流下去,把三个小猪全部吃掉。 结果呢,三个小猪在房子里已经烧了一大锅的水,里面有胡萝卜,大葱和玉米。 当大灰狼爬爬到烟囱的时候,他噗咚吓掉了下来,正好掉到小猪烧的大锅里。 大灰狼被烧死了。 从此以后呢,三个小猪过上了非常快乐的日子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,就给我点赞,订阅,分享吧。 谢谢,好,拜拜。